一大早,米奇尔拉着特伦特去参加朋友的婚礼 这位朋友是银行投资家 道上的宾客几乎是上流人士 特伦特精心定制了一套高级西装 朋友担心引起恐慌 还特意嘱托两位警探不要带枪 一屋子的精英散发着金钱的味道 有人戴着价值不菲的奢侈品项链 有人的限量手表上相满钻石 这些都只是有钱人生活中的冰山翼角 米奇尔的儿子杰瑞米是婚礼主持人 母子俩好久没有见面 在场另一个朋友是施利也 讽刺米奇尔让杰瑞米从大学退学 现在只能干一些服务业的活 而米奇尔本身也只能当一个探员 话里话外用三个字概括就是 瞧不起 特伦特找服务生要了一杯鸡尾酒 扫尸一圈才发现现场很奇怪 门窗全都封死了 就像不让任何人进出一样 一个女人撞翻米奇尔的酒 也弄脏了她的裙子 特伦特陪她一起上楼清理 与此同时 两个伴郎偷走酒 跑到地下室一醉方休 却亲眼目睹一桩谋杀案 赶来的杰瑞米也成了歹徒的人质 顿时 婚礼现场一阵骚乱 三个蒙面歹徒持枪挟持了五十多名兵客 他们设置了信号屏蔽器 米奇尔的手机根本无法求救 在楼上观望的特伦特被歹徒发现 也成了人质里的意愿 他安慰杰瑞米先保持冷静 可总有人压抑不住恐慌想要逃跑 最终成了枪下亡魂 此时的警局根本没有收到通知 抢到一桩谋杀案 却因为另一对警探友后台 上次要求普拉斯基转让案件 与此同时 杰瑞米说了在地下室的发现 歹徒们在想办法开一个很大的保险柜 主听又走来第四个歹徒 他像是这些人的头头 特伦特灵机一动 提出搬走尸体 这样人之们就不会太过惊恐 他和杰瑞米一起 在歹徒的看守下藏好尸体 接着又谎称自己是个高级律师 既然歹徒们是想用偷走 豪杰里的某样东西 那不如赶紧行动 走得越快越好 否则等宾克们失控 他们会背上更多命案 罪名也会更加深重 特伦特捏造了好几起刑事案件 说主要在他的操控下 每个罪犯都无罪释放 他承诺会给同母座无罪辩护 但前提是不能再有任何一个人死亡 歹徒们发现宾克里少了一个人 说不知米切尔已经潜入楼上房间 他用现有的材料制作了称水的武器 没多久 大门被推开 是楼下的那位调酒师 他同时也是第五位歹徒 两人当即扭打一团 米切尔被他扼住了脖梗 情急之下 他拿起一旁的武器 用最大的力气解决了眼前的威胁 也是在这时 米切尔注意到桌子下的传真机 他想给警局发取求救信息 但拿到的钢笔没有一直有墨水 本想偷摸找杰瑞米球员 可他扔出笔的力度不够 米切尔够不着不说 还差点被歹徒发现 关键时刻 另一个歹徒报告了调酒师的死亡 米切尔侥幸躲过一劫 从杰瑞米那里得知事情的蓝龙去脉后 特伦特拿走一位宾客的吸入器 让他扮演成哮喘发作 在征得歹徒的同意后 特伦特假装上楼取吸入器 成功将笔交给米切尔 他成功给警局发送传真 却没有一个人注意到 特伦特想说服歹徒们及时止损 偷偷有一些犹豫 不知该不该接受特伦特的建议 米切尔在楼上找到一根卷发棒 将其摘热到最大温度 歹徒在其手间翻出米切尔的包 确认他警察的身份 正准备向头头汇报 米切尔用调酒师的对讲机切换了频道 现场歌声阵阵 被钱财蒙蔽了眼睛的歹徒 竟撑乱队头头举起枪 翻身做主人 这时 歹徒已经传入米切尔藏身的房间 他趁其不被突袭 歹徒也不是吃素的 蓝人打得有来有回 一时分不出胜负 情急之下 米切尔拿起卷发棒 狠狠贴住歹徒的脸 挣脱束缚后逃了出去 可歹徒捡到了米切尔遗漏的手机 主屏幕是杰瑞米的照片 他心生遗迹 绑架杰瑞米 逼得米切尔不得不下楼 举手投降 与此同时 警局中备有人看见了那张传针 房子四周都是封锁的 歹徒们做了周密的安排 普拉斯基计划战人从储藏室冲进去 将歹徒们一举击溃 歹徒看好特伦特的头脑 让他想办法打开地下室的保险箱 这是个拔号锁 机智就和引擎一样 是一系列的齿轮 特伦特尝试开锁 却触发了锁定系统 歹徒一怒之下 就要杀了米切尔和他的儿子谢愤 殊不知两人早已打开求是的锁 与此同时 警方及时救场 米切尔两人趁机将其撞到 歹徒自知时间来不及 威胁特伦特立即开锁 否则就拿带下来的人质开刀 幸好警方支援成功赶到地下室 两个人都没有性命之忧 米切尔受了点伤 特伦特也因为这次事故 回想起某些被他埋藏在心底的记忆 普拉斯基太了解特伦特 主动提出陪他回家好好谈谈 他们仿佛回到了曾经相恋的时候 彼此倾诉着内心最真实的话语 但这个夜晚 特伦特睡得并不踏实 他一直在说着梦话 大卫的胳膊在流血 大卫是特伦特寄养家庭的养父 也是给他造成心理阴影的关键人物 可为什么他在睡梦中要念叨着大卫 大脑似乎启动了保护机制 拒绝让特伦特去回想过往的事 他对着对讲机记录下几句话 在脑海里还原寄养家庭的客厅布局 年少的他总是出现在眼前 却不肯提供更多线索 特伦特心烦意乱 突然想起曾亲眼看见 大卫枪杀了杨姆安娜 就在这时 舅舅上门到访 打乱了特伦特的思绪 两人相约一同出门遛狗 不久后特伦特又被召回警局 是关于一起离奇案件 建筑工人发现了一个女人的野骸 蛇骨骨折 她是被勒死的 见证科确认 她就是失踪了13年的女孩莉莉 莉莉生前的生活很规律 上学 跑步 回家吃晚饭 帮邻居带孩子 失踪当天早上进行完越野跑后 却没有再回家 男友德里克当年19岁 品行不佳 不受莉莉父母待见 13年后 莉莉的衣裤已经分解 从缝合线来看 她穿的是一条牛仔裤 所以绝对不是在跑步时失踪的 莉莉失踪后 原本美满的家庭分崩离析 只有父亲守在原地 幻想哪天能等到女儿回家 13年前 父母出门时 莉莉的房门紧锁 以为她还在睡觉 半个小时后父母回家 莉莉已经走了 他们只当莉莉出门运动 直到几个小时后仍联系不上 才意识到不对劲 莉莉的房间里有一张插画 没有署名 特伦特占了一点莉莉的粉底 回想起年幼时 她也在家里碰过一盒烹饪用的面粉 米切尔打断了她的思绪 莉莉的窗台很牢固 她完全可以偷磨溜出家门 两人传唤了莉莉的男友 德里克 可她在案发前一晚参加了派对 只是那些朋友早就断了联系 没有人能为她证明 接着 特伦特两人传唤了邻居 倒是问出了一个重要线索 男邻居和前任妻子的孩子伊森 经常会到家里小住 和莉莉的关系也不错 莉莉失踪的那天 伊森永很好地不在场证明 但她不是个安分的主 近十年来 一直留恋于监狱和戒毒所 说着 特伦特的思绪又被拉回从前 他看见寄养家庭的冰箱 里面到底埋藏了什么秘密 特伦特某然想起 大卫经常会用枪威胁家人 所以年少时 特伦特将枪藏进了冰箱 还把子弹放进面粉桶 可明明都藏起来了 大卫伤害安娜的枪 又是哪来的 特伦特和米切尔走访了保护机构 他带来伊森的随身物品 里面有一本笔记里的插画 和莉莉房间里那幅笔触一样 而最后一张画 竟然是莉莉的肖像 时隔十三年 伊森还在描绘着莉莉的模样 两人在街边招到鬼魂的伊森 可让他们意外的是 十三年前伊森只和莉莉说过几句话 并不熟悉 那些话都是伊森去父亲家里小住时 透过房间里的窗户 偷偷窥见他的芳容 这才画了下来 而伊森住的那个房间 平时都是父亲的书房 这也就意味着 伊森不在的时候 他的父亲也会看着莉莉 案发后的某一天 伊森在父亲车上发现莉莉的发卡 他不忍将两件事联系到一起 背负着这种罪恶惶恐度日 直到毁了他自己的人生 而与此同时 杨姆安娜被杀害的经过 特伦特也全都想起来了 年少的他不想再见到恶毒的大卫 亲自取出面粉铜里的子弹 却因为体力悬殊 被大卫夺走了枪 安娜为保护特伦特扑了过来 这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这时舅舅到访 特伦特痛苦地忏悔着 原来一切都是他自己的错 如果不是他 那个温柔善良的安娜 也不会惨死在大卫的枪下 舅舅安慰特伦特 没有人会去怪罪一个勇敢的小男孩 这不是他的错 永远不是 有了舅舅的陪伴 特伦特的心情总算平复下来 他曾被命运摆弄 错过了他的一生 但现在不一样了 有一个和母亲流淡着同样血液的人 会一直陪着他 除了舅舅之外 还有一个人 那就是顶着前女的名号 却始终不离不计的普拉斯基 两人分手的原因 彼此都心照不心地遗忘 但这也是为了 以后能更好地在一起 米切尔独自审讯了男邻居 他已经请见证科搜寻了那辆车 后备箱里还残留着丽丽的DNA 在他那天晚上溜出去想和男友见面时 邻居刚好在窗口看见 他不满足于遥遥相望 便跟在后面做出恋人发指的事 只是他没有想到 丽丽的离去并不会被世人遗忘 每个人的声明都弥足珍贵 他也不会是个例外